说到高禄这个名字 你可能不太熟 但是要说起 吊蛮公主中的文强 家的N字方中的 薛之丽丽字姐 大家是不是就非常有印象了呢 她还凭借薛之丽一决 获得了乐视影视年度盛典 电视剧最佳新人奖 夏季电视剧互联网盛典 最佳女新人奖 之后她还在 《我的经济试用男》 《小爸妈》 《外科风云》等作品中 均有精彩演出 所以很多人对她的脸很熟 但是由于她的脸 她太低调过炒作 出道20年以来 没有一点绯闻 所以名气不算太高 而她个人也不限于 使用这些炒作手段走红 只是一直在用心 做着自己的工作 拍好自己的戏 据悉当年苏友鹏 因为和她合作 吊蛮公主对她一见钟情 苦追了三年未果 不过她却选择了 嫁给圈万人 还低调的生出了二胎 值得一提的是 她产后付出 就挑战了好久 没有出演过的古装剧 正是由尹宝主演的 知否知否因是绿肥红兽 在剧中饰演的是 女主父亲最疼爱的姨娘 原著她就是一个表面体贴 却心机很深的反派 狂虐女主 不过她的高颜值 让很多网友觉得 她更适合演赵丽莹的大姐 但是姨娘这个角色 更能体现她的演技 你有没有期待 她与银宝的标戏呢